對,因為好像說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 或者是說你每天可能要喝到多少的量的話 可能它就會讓它就是比較容易長肌瘤還是什麼之類的 所以這個黑豆漿是不是真的對卵巢健康很有幫助啊 其實它也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對於復刻的一個好的食物啦 因為其實我們說的黑豆跟黃豆、毛豆 它們其實都是含有蛋白質 大豆一黃銅都是高的 它們都是同一類的食物 所以那我們都知道大豆一黃銅對於我們復刻來講 是一個不錯的 那你說要專注在就是復刻裡頭的卵巢子宮 我們籠統的都說都是有幫助 那如果說像中醫它們都說黑的就是有護腎 但它的腎臟跟我們的腎是不同的 那它的腎臟其實類似就是荷爾蒙 那我們回來說那卵巢其實也是扮演我們荷爾蒙的一個角色 那如果說像但是至於剛才說就是吃太多黑的 比如說黃豆、黑豆、肌瘤 有沒有造成這個肌瘤 目前我們是不認為啦 因為除非你真的像把它當水喝 我真的有遇過有人喝豆漿或是喝這個 就是把它一天喝到2000cc 那這真的太過分 就不管你把牛奶或是豆漿這種喝法 其實都對我們荷爾蒙會有影響的 但是剛才像欣怡她在講說那個紅蘿蔔對不對 頻率我現在不知道 但是譬如說我們應該就是說 應該是氏黃醇這個東西 它目前對卵巢癌的方向是 這個營養素是非常有方向的 非常有關係的 那這個氏黃醇它就會在紅蘿蔔裡頭是存在的 對 所以這個倒是比較更具體的去交 比較具體一點就是減少卵巢癌 唉唷 所以妳真的不是光臨 不是說真的喔 那還有一份有沒有什麼印證的 有 因為剛剛說黑豆當水喝啊 可是我真的有個朋友他是 他是因為他結婚很多年 然後都沒有就是懷孕生小孩 那他一直很想要生小孩 結果他就有聽說黃豆 黑豆是有雌濟素可以補充嘛 所以他就是喝黑豆水 然後黑豆茶 然後就吃黑豆 對 所以這個有助孕的方法 效果嗎 因為他真的有懷孕嗎 就順利的懷孕成功了 就是我們分兩個因素 就是說直接黑豆不會助孕 但是如果這個人呢 比如說這個女生 她本身因為她其實很缺乏蛋白質 但她從黑豆裡頭獲得到足夠的蛋白質 是會有助孕的 所以要看她的原因這樣子 我剛才說單一食物絕對有效這樣子 真的 你那個朋友覺得說 為什麼她就懷孕了 因為老實說現在有些女生 她的受孕困難 有時候覺得好奇怪 都找不出方法 有一些其實她是在 慢性發炎的狀況 而黑豆跟黃豆最大的差別 是她那個 就是她有化氫素的部分 她可能抗發炎 或者她抗氧化的能力好 一些一些 說明砍頭到這麼遠 但是我覺得與其這樣砍頭 要現代女性顧軟巢 應該做另外兩件事 哪兩件事 有科學研究顯示 第一個 酒座會提升女性軟巢癌的風險 至少10年 好 立刻再來 好 站起來 我站在幹嘛 我又沒有軟巢 欸 增加什麼 增加什麼 就是酒座 因為增加的 增加什麼 對於現代女性來講 你還不如就是 不要一直坐著 能夠站的時候 稍微站起來活動一下 第二個是她們發現 肥胖也跟軟巢癌的風險有了 喔 欸 哈哈哈哈 站起來兼瘦身子 所以 你反而去補 所以是增添 剛才說增添了肥胖 反而風險是提高 像她剛剛講說胖施工 對於現代女性 營養很充分的這群女性來講 你要說的是減 就是少做 然後 避免高熱量的食物 了解 那現在喝這些黑豆漿 有沒有什麼要注意 其實應該說 大家對大豆一黃銅 會有這麼在意 是因為其實 更年期後的女人 她的軟巢功能沒了 那我們醫學上面會認為說 她有一些症狀 包括更年期的一些狀況 包括熱潮紅 心血管疾病的風險增高 骨質疏鬆症 我們會補充一些雌激素 那雌激素有一些人可以吃 有些人不能吃 這時候才說建議說 你去吃這些 豆類的大豆一黃銅 是從這邊衍生而來 所以她是對更年期後的女生 是有幫助的 那你本身是屬於 正常的女生的話 你在懷孕的話 只要靠她來 她的幫助不是那麼大 反過來說 營養師告訴你 你不能一天喝到兩千斤 但你要喝多少咧 一天帶一杯 240cc 一杯到兩杯 那這樣子喝的話 如果以大豆一黃銅為了 不管你是喝黃豆的豆漿 或是黑豆的豆漿 基本上都可以獲得 這樣的大豆一黃銅 對你的生理是有一些的幫助的 要刻意選無糖的嗎 因為剛剛說喝到肥胖的話 其實應該說 其實這些東西 甜甜的最厚 就是喝無糖的 可是無糖的味道 我說實在 很黑啊 今天喝 明天喝 後天你就不想喝 對啊 我想到了 把黑藻打在裡面 哎呀 再加點黑烏仁 哎呀 全部都補到了 可以黑成一塊就是了 黑藻是甜的嗎 哎呀也不錯 來看看第四個法寶石 那個很多梅子在一起的那種飲品 這樣子 而且現在越來越精緻 結果弄成一小瓶很漂亮 真的 對啊 這個可以幹嘛呢 聽說啊 對於那個泌尿道感染 是非常非常有效 像我這裡有兩瓶 像這個就是綜合美影 就是對泌尿道很有效 這個呢 就是有點蔬果發酵 就是對於美白啊 皮膚的保養都很有效 有嗎 你們會這樣為了自己的好氣色 其實你知道嗎 俗話說 呃 漫月為 漫月沒有day keep 尿道也何味 哈哈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今天都要走 今天都要走 今天要走 今天要走 對 今天要走 對 今天要走 今天要走 對 漫月沒day keep 尿道也何味 對 所以你知道 因為其實真的之前 我還蠻喜歡喝那個漫月梅汁 然後就是像那種漫月梅 你就每天可能就會喝一杯 而且我就會覺得 有可能是因為喝那個 我那時候氣色真的都還蠻好的 唉唷 對 而且 我也是泌尿道方面 我也是非常的健康 很健康 對 然後 泌尿道也不一定 對 話說 泌尿道健康 人就會健康 氣色都會好 對 然後最後是後來 就是因為我後來去 當空服員的時候 你知道其實空服員有很多人 都很容易會有泌尿道的疾病 烏克人要憋尿 對 後來我們還有去買 在組員間 大家就會去買那個 漫月梅錠 來吃 對 而且聽說就是你喝那個 吃那個漫月梅錠 然後多喝水的話 還可以把那個細菌充掉 就可以減少泌尿道發炎的產生 對 是不是啊 營養師真的吃這些 喝這些 是真的有效的嗎 對於泌尿道感染 對 剛才她的故事裡頭 就是你吃空服員 就是當我們吃了這個東西以後 它不會把細菌給沖掉 因為其實它是 漫月梅是那裡頭的 錢花基因素 是包覆在上面 讓細菌 微黏在上面 是這樣子 對 所以它是有效的 好 然後再接下來呢 可是呢 要看時間點 就是當我已經泌尿道發炎了 我吃了它 喝了大量的水 其實是大量的水造福利 不是那個 漫月梅的問題 但是漫月梅 它真的還是對泌尿道是有幫助 它是什麼樣的幫助 它叫做 對 所以當我感染的時候 它已經沒有什麼 有效力了 就是有一點點 但是沒有辦法有效或治療 這樣子 對 那對於好氣色呢 真的喝這個有效嗎 應該沒有太大關係 真的喔 喔 雖然你沒有泌到感染的時候 你當然臉就垂順順啊 也對啦 沒有泌到感染就好 然後喝下去就覺得 哇 心情很好 然後七歲就會好就對了 哎呀 有嗎 大家有這種喝 我之前是因為就是 白天帶著小孩太累了 所以晚上就憋尿 然後我想說 跑不起來 我想說再五分鐘好了 再五分鐘好了 太累不想 對 結果一憋就憋了兩三個小時才起來 然後就覺得 這個腹部很脹痛 整個腎臟感覺都快發炎的感覺 我就去馬桶蹲 都蹲了十分鐘 一滴尿都尿不出來 哦 我想說完蛋了 可是我真的肚子都充滿了尿液 就把老公咬緊趕快掛急診 後來掛急診的時候 因為要檢查嘛 然後醫生又叫我尿 我就尿不出來 叫我尿 就是狂灌水 然後硬逼尿 尿了幾滴 然後全部都是血 就是血尿 哦 對 然後醫生就跟我說 我是泌尿道感染了 然後他就叫我要少穿緊身褲 然後要穿透氣的內褲 綿實的 然後盡量穿裙裝 就是讓它透氣這樣 然後更好就是可以吃一把 那個新鮮的蔓越莓 或是藍莓 那如果在外面不方便的話 可能我就買那個 去便利商店買那個果乾 就每天吃一小把 那我現在的話是固定 早晚都會吃兩顆 那個蔓越莓濃縮錠 對 早晚我連懷孕的時候都有吃